他们可能会去选 但是呢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是一个保守主义支持者 我是从信念上去选 去选这个政党 所以从2003年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都是选的保守党 尽管他有的政策 比如说苛刻一点 什么对移民的政策 那我也有父母 我也希望他们能移民 但是呢 其实不是那么大的区别 就是说可能是速度稍微慢一点 或者是没有抽签什么的 他就是按部就班这样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恪守了 这个基督教理念 我希望在我们的加拿大 这个对学生的教育 是属于那种传统式的 在就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的 以他们以前的传统建制官 为根基的这种教育 而不是现在这种放纵式的 自由主义的教育 所以从理念上 我就永远支持保守党 尽管他很多政策 可能也许受困金给的少 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 并不是那么让你 并不是觉得那么让你心动 但是我是从我的理念 和信念上去支持他们的 所以我就说主要是两种人 一个是利益主义 一个是信念主义 那我是信念主义 所以我永远会支持 那个加拿大的保守党 还有就是像美国的共和党 他们都是主义 差不多是一种理念的 那有的人他就会 这次年我选他 下次年我又选另外一个 对立党 他是完全逐利的 那当然他也有这种权利 但是我不是 我也不会说对这种选举的人 我会嗤之以鼻 我觉得他怎么怎么样 我就看不起人家 不会的 这是他的权利 他有权利捍卫自己的选举权 我也有权利捍卫我自己的选举权 当你有小孩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我有一个20岁的青少年儿子 我希望他是能在基督教的 那个背景下被教育 我希望他有传统的价值观 我不希望他自己 因为随便选择他的性别 然后就去做了手术 回头再后悔 我也不希望他 随时都可以抽到大麻 对吧 我也不希望他不去教会 因为我是基督徒 他也是在基督教会里长大的 如果要是以佛教为教育背景 那我何必要移民到加拿大来呢 我何必不在中国待着呢 或者我可以去印度 从你现在的这种言谈的表现 你就根本不懂什么叫民主 你身上全是红卫兵的影子 虽然你还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但是也许这是你的上一辈传承给你的吧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你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就别提什么深还是不深了 第二个 你说到政教合一 你就别提这个话题了 这个 离你还有十万八千里 你理解不了 你连什么是政教合一 什么是政教分离都搞不清楚 张嘴就来 都是食人牙会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再回到你刚才那句话 你沉静一下 你把你自己稍微沉一沉 否则你就会飘 你飘的是 其实就是那种墙上的颅尾吧 随风摇摆腹中空的那种感觉 你这样是 你就在你的群里还可以 你出了别的群以后 你会让人家讥笑的 好啊 我洗耳恭听 你来说说 你认为的民主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懂什么是辩论 我来群里也不是为了辩论 我是来接受各种信息的 然后促进大脑 去思考 我不是为了跟人家去 什么争论辩论之类的 你不说给我听 我怎么反驳你啊 或者我怎么认同你啊 是吗 你光会这就出概念 就是要负担出词汇是吗 现在我们在谈的不是 谁执政和谁不执政的问题 那个在美国 必须得有至少两个党 相互监督的 方式 不可能一党永远坐下去 也不可能共和党永远坐下去 他一定是 所以他说 最多两期吧 三期 应该就是两期吧 两任最多就是这样的 就是避免 这个一党独大 现在不是说的这个问题 现在说的是 竞选的制度上 有没有什么漏洞需要补 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需要去赶紧更正 为了避免以后 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不可能没有一个政府在执政 这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空位 然后但是呢 就是说 那个事情要查清楚 有就有 没有就是没有 这一定要搞得舍多实出 也可能是 在一两年搞不清楚 但是 在美国的历史上 一定会对这个事情 有一个交代的 这就是美国这个选民 不管正方还是反方 都要坚持 要得到一个最终的 真相结果的原因 从社会状况上来看 是比较严重 因为咱们群 很多人都不是 那个有信仰的人 所以呢 也不能要求大家 从信仰的角度 去考虑它是不是严重 其实这半个世纪以来 美国就是在社会状况上 下坡路的 因为大家已经抛弃了 他们原有的这个 这个传统信仰 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其他任何一个 不是有基督教背景的 国家的这个国家 都可以理解 但是在美国就不可以 如果美国这个 以基督教为 传统价值观的国家 淡化了这个 淡化了这个 他们传统的这个信仰的话 那么真的就是 问题太多了 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解释得清楚 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 他才能体会到 我不是生活在美国 但是加拿大跟美国 几乎是差不多的 21年前 我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 跟现在的加拿大 是不同的 这个不同 就显示在教育上 现在就是西方白左教育 很盛行 很流行 很时髦 所谓的时髦 就是追求自由 他们现在越来越 把自由这个界面 扩大化 已经就成了 几乎是 想干嘛就干嘛 这就叫自由 他们认为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的价值观 在改变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 一个迹象 比如说现在年轻人 他们真的很仇富 他们认为这些 就是大富翁啊 什么的 有这么多钱 这是不应该的 应该把他们的钱分 就是财富分 就是均匀分配 你像我儿子 他20岁 他从10 上初中开始 经常跟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 就是他思想中流露出来的问题 就是均贫富 这个就是 挺危险 这个就是一个挺危险的 一个思想 思想状况 他想的时候 就是上中期议的时候 经常就会说 为什么比尔盖茨 会有那么多钱 他应该把他的钱捐出来 给那些穷人 他应该把那个钱 运在社会上 而不应该他自己这么拥有 我说那为什么呀 这是他的智慧和劳动所得 凭什么要分 配给社会平均呢 这个就是 说一说话 就是所谓的 共产主义那方面去发展 因为那个是一个 很乌托邦 很理想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 特别有吸引力 所以我经常就会认为 年轻人如果左一点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比较天真 善良 比较纯 所以他们就是 很容易就会 把自己的 那种 朴素的那种爱 拿出来 但是这种爱 是不符合 社会规律的 是不符合 价值规律的 知道吗 就是说 为什么 我们那个年 就是 当年轻一代的人 是容易被忽悠的呢 容易被那些 高大上的那些 所谓的那些 比如说 你要想不明白 你就想 当时进步青年 为什么他们要 抛弃自己的 富裕的生活 奔享延安 为什么 进步青年